高雄主干道民族一路 被民众拍下 人行道残破不堪 现场直击真的惨不忍睹 民众穿着高跟鞋 走在民族一路人行道上 路面凹凸不平 真的是行人专用 砖块隆起变陷阱 没注意可能就会跌倒受伤 另外一边陷下去凹大洞 走路仿佛变成障碍赛 有时候会跌倒 会跌倒 不平啊 对啊 要走来走 弯来弯去的 很危险耶 非常危险 危险啊 对而且会跌倒 假如你平常没在看的话 可能会跌倒 尤其是小孩子 人行道不完整 不少砖块已经被压到碎裂 导盲砖已经没有用处 网友狂轰 视障民众可能会摔死 这是高雄随处可见的风景 一定又是树的错 要选举才会重铺吧 根本没有单位管 因为黑板树的串根 以及车辆的碾压 导致铺面的破损 在一到两个礼拜以内 会把它改善完成 刚公处表是 针对高雄人行道部分 已经编列2.8亿元的预算 但先从捷运周边 医院学校附近 着手修复 高雄人行道不是平的 铺砖一下隆起 一下凹洞 恐怕也变成另一种 行人地狱 记者蔡霜锦 黄世云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